韩美认为加快收回美军基地 这是韩国表达对美国的不满 那么不满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先来关注原因之一 污染问题 韩方强调这些美军基地对当地造成了环境污染 但是美方坚决拒绝支付污染净化费 双方迟迟不能达成一致 影响了基地搬迁的进程 就像前面展示的汉江怪物当中的剧情 龙山基地的污染问题远不止于此 有韩国民间团体称 1990年至2015年期间 这处基地发生84起漏油事故 造成本类一级致癌物浓度超标 据报道 所泄露的多维柴油以及军用油 漏油主要原因是储油罐和输油管道设备老化 缺乏维护 韩国KBS电视台2018年12月报道 龙山基地附近地下水有毒物质仍严重超标 部分地区本最高超标1170倍 人体短时间摄入本物质 可导致晕眩头痛或晕厥 长期摄入本物质 可诱发贫血 免疫系统异常 即癌症等疾病 摄入高浓度本可致死 正因为韩美两国在环境污染净化肺炎事上 不能达成一致 龙山基地的搬迁问题一再推迟 除了龙山基地 2011年移交韩国的釜山市海俄利亚基地 也被爆污染严重 基地的清污费用为143亿韩元 约合8468万人民币 是预计费用的50倍 全部由韩国政府买单 引发韩国民众不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